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圣经经证读》 今次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律法书和历史书的简史 这里分了四个部分,就是公元前的2000年 1500年,1000年和500年 公元前2000年主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约室,内容来自创世纪 接着就到第二格 就是公元前1500年,主要人物就是有摩西 其他就是约书雅,士斯,路德 记载内容就是出雅及记,利未记,民俗记,生命记,约书雅记,士斯记,路德记 接着就到公元前1000年,那里就有大卫 主要人物就是撒母尔,素罗,大卫,所罗门 那里面记载的内容就是撒母尔记上下 列王记上下和历代至上下 接着就到公元前500年 主要人物就是索罗巴伯和以斯拉尼希米 所以里面的记载内容就是以斯拉尼希米尼希和以斯帖尼 那好了,今次讲到这里,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